这个星期几十万人在南韩参加国防演习 今年演习特别考虑到北韩不断演变的核威胁 月资自由护盾演习在星期一在全国范围内开始 一直持续到8月31日 这场一年一度的夏季军事演习通过政府参与特别整合 美韩两国军队联合应对战争的能力 在为期四日的月资民间演习中 政府执法和应急人员对恐怖袭击、自然灾害 以及首次就北韩核打击做出反应 在星期三平民参加了凶杂演习 这个是自2017年以来首次恢复演习 此前美国和南韩政府在和北韩缓和关系期间暂停了演习 自由护盾包括美国和南韩指挥官之间的演习 并负以实地演习 确保两个盟友在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中 将互操作性和防御态势结合起来 有关官员表示 情景分析中参考过去战争和冲突的经验教训 包括乌克兰战争 美国太空军亦首次参加这次演习 美国太空军今年十一月份在南韩设立了 垂行野战部队职能的太空军分部 南韩总统奋石月星期一在结束与美国和日本的三边峰会之后首次发表说 表示平壤会毫不猶疑地使用核武器来实现他的战争目标 是星期三 尹石月在联合部队掩体中表示 今年约有8000名美国和南韩士兵参加了38场的野战演习 这是近年来最多的一次